面条起锅 淋上浓郁牛肉汤头 当然还受不了炖到入味的软嫩牛肉 被西恩评选来台旅游 必吃的饭店牛肉面 如今也端上邮轮 载客量多达5200多人 通通都是潜在消费者 光是一趟航次 就得备货1.5万碗牛肉面 强调的是航程限定 台湾限定的元素 首次在海外 在海上面可以吃到 这种台湾到底口味的冠军牛肉面 而另一间知名麻辣锅店 也正与邮轮洽盘中 微煮入味的鸭血 以及软嫩豆腐 将来就能在邮轮上吃到 也由于邮轮食安品管严格 因此有可能会 以真空爆的方式运上船 想把餐厅 走上不同的交通工具 它也变成是我一个 活动的行动餐厅 就是让它可以上到空中 也可以跨越海洋 对联最具代表 台湾平民小吃的滷肉粪 也已经端上邮轮原味重现 包含盐酥鸡 珍奶以及俄阿米萨等 都没缺席 台湾美食纷纷上邮轮 就是看准每年成长的 台湾客市场 去年邮轮市场 台湾旅客达到 39.1万人次 从2016年到2018年 两年成长幅度 增加了35% 不仅是亚洲第二大客源 业者预估今年搭乘人次 渴望再成长20% 为了抢这块大饼 也难怪业者们 陆续引进台湾各大美食 成为邮轮又可力气 记者夏军臣 夏威夷 台北报道